王菲的综艺首秀 在大家见证不一样的天后最近小编 最喜欢的女歌手没有之一 王菲参加了综艺节目《欢乐之城》 要知道她出道到现在 一直都是以清高为主的 极少参加综艺节目 空灵的不像是娱乐圈的人 很早就听说王菲是香港媒体 全力公认的言词犀利的人 经常简单几句 就把记者对得牙口黏 像是记者问她短发 怎么代言了洗发水广告 被她回对短发就不洗头了吗 这个简直经典 小编到现在都记得 这一次呢 王菲也没让人失望 被问到王菲怎么来参加这个综艺 王菲的回答是 因为别的朋友没时间 直接让一只以情商高著称 王菲也见不来话 果然是好朋友 开个玩笑 对你没商量 在这档综艺节目里 王菲在遇见马思纯的时候 发现 她在称呼自己这件事上的犹豫 毕竟马思纯是斗静童的好朋友 而一般称呼好友的妈妈 就是阿姨 但是毕竟是在娱乐圈 又是在节目上 那就不好叫人阿姨 马思纯正在犹豫的时候 王菲过来帮她解了威 优优独播剧场——